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玻璃在生产的时候都需要高温加热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次品 这些次品就重新打碎加入熔炉机中不断地循环 这样才能够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如果一旦停工这些设备的炉温就会很快下降 如果停止的设备重新再启动一次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而且液氮和点都是非常贵的 一些大型的工厂启动一次设备运转需要几十万的损耗费用 第二个就是一些玻璃因为比较特殊 有的玻璃需要加入适量的金属锡 而锡的溶点就达到了240度左右 而且需要非常大的热量才能够将其融化 如果设备停止运作以后 重新加热也会浪费资源 所以没有订单也要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